那這是你什麼真實故事呢? 什麼牽動到你告訴陳少奇老師 我想寫這個方向的東西? 因為我發覺 其實我是很固執的 也挺固執的一個人 特別在感情方面 我覺得我 如果遇到對的那個人 其實是很難將他 他放在一邊 然後很快去投入其他的感情 但是同時 我雖然是很感性的一個人 但是我又 另外一邊的 我是很理性地知道 這個世界上 其實沒有東西有可能是完美的 很多時候我都是很被動去接受一些 現實生活中發生的 離離合合 一些喜樂哀樂 又好像很淡然 很煩 所以 我是很希望這首歌可以帶出那個故事 就是 你要明白 你無論經過有多少的離離合合也好 或者是 痛苦歡樂 你只要是相信兩個人 經歷這些事情是有原因的 是因為上天會 將你們再安排 最終是將你們安排在一起 只不過是讓你們接受這些 所謂的磨難 然後令到你們更加去懂得珍惜 這樣 如果是你真實的故事 聽到這裡 我覺得那條路也挺苦的 我覺得這個是重點 有磨難 又要等 是一些考驗 考驗 又投入不到新的感情 我覺得是 不是 我不敢說是全真實 但是我覺得是 我自己也好 我身邊很多朋友也好 就算我安慰他們 我都會用這些說話 然後苦苦澀澀 才可又愛 直到雨中花在開 我這樣安慰他們 我不是氣他們 我是真的這樣覺得 所以這也是鼓勵性的歌曲 那情歌會不會是你接下來的方向 嗯 我希望 你這樣說 我又發覺我個人 是不是真的太注重感情 對 真的 那你也注重靚聲的 也會說一些感情方面的 這個就是 Patrick負責監製 有張嘉誠的曲 陳少奇的歌詞 張嘉誠負責編曲 歌曲名字叫做 一天也不能笑 多謝你Bianca Thank you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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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